哪一个小于多少 应该是大于多少 小于就是一个范围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比如说在这边有一个栏位是叫总价这边 假如说我今天要查了 数字筛选我想应该也是蛮常遇到的 那比如说这样 那可是数字筛选的话 通常我们刚刚有看到的 你如果游标放在这个上面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 因为它里面是数字 所以它可以是等于不等于大于等等 不过比较常用是介于 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筛选条件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做变化 如果你不会写没关系 你就怎样按一下录制聚集 它会有那个那一行吗 应该都看得懂那个吧 然后把它改一下 我想数字筛选应该就没问题 那我这边是用介于 比较常用介于 因为同学有问到说 老师那我要查那个总价介于多少 那是不是说我要重录 其实不用了 你就录那个介于这个 有没有 录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可能这个 我想这个动作 各位应该都没问题了 主要是增加了一个Y 为什么 InfoBox一定会有一个 请输入总价大于多少的值 然后呢 有一个请输入总价小于多少值 会有两个数字 OK 那如果说我用那个数字筛选的话 那有哪些不同呢 Field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栏位本来是3 现在改成8 OK 因为我们的那个 总价的那个栏位是在第8栏 OK 在H栏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那个Criteria 1 这个地方的话特别注意哦 它是大于等于X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 是一个字串 所以这边是一个 我们的那个运算的条件 大于等于X 啊不过多一个什么呢 operator 有没有刚刚我讲的 而且 或者你将来是偶尔的话 这个它会变 然后呢 Criteria 2 小于等于Y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做出来就是变成说两个条件的叙述 然后 但是最后呢 关键这边有红色的字 你必须产生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什么 你不能说XY 像刚刚是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小咪放上去 那可是你不能说 把那个两个数字 放在那个工作表名称上面 那个怪怪的吧 最少你还要给它一些叙述嘛 所以我这边说 介于哪个数字 与哪个数字之间 没有知道 你就这样子 至少使用者一看 大家就知道了 好 那这个地方是 那个有关那个总价部分 我想各位先让一下 应该这个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其实就这样了 其他细节如果 没有问题的话 当然我们因为 时间的关系 最好当然如果回家可以的话 重新再找另外一个范例 来做做看 我在云端上 还有放另外一个范例吧 好像之前有同学 也有问到有关那个 实价登录 有没有 找房子啊 你要买哪个区域的房子 然后你要类似像这样 实价登录 它政府内政部 它有揭露资料 可是问题 那个资料 它没有给你一个查询系统啊 那怎么办 用这个就好了 非常的简单 OK 那这个在你关键是搜寻那个时候 那什么实价登录啦 或者在云端上面有一个其他补充范例 也有一个实价登录的范例 那个等一下 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补充讲一下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当然你就自己再加一个按钮 筛选总价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是要各十百千万十万 假设三十百千万十万 三十万到五十万 各十百千万 OK好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帮我查出 介于三十万到五十万之间 不过我下的条件是不是有打错了 可能多一个零 所以 再一次 这个 可能是那个条件打错了 所以 刚刚筛选 我理论上应该是 刚刚好像多一个零 然后各十百千万 十万 三十到五十 该有吧 各十百千万 OK 按确定 好 帮我查出来了 就在这里 应该 我想 没问题 总价应该是三十到五十之间 OK 那如果说你这样来买房子 一瓶多少钱 不是也输入一下 你来预估你的一瓶的单价 大概多少 你就可以去查一下 大概哪些地段是比较适合的 OK 好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可以查总价之外 可不可以查日期 其实也可以 日期其实跟那个 总价还蛮像的 其实日期基本上 它内部存的也是一个数字 所以其实也是介于就可以 between哪个时间 只是说最后呢 你可能要把那个日期的讯息 放在什么呢 放在那个名称上面 那个斜线 它一定不接受 所以那个日期部分 如何把那个斜线 变成 也许用底线来代替 或者你不用底线 你用其他 因为在那个工作表名称里面 它不接受斜线 这个字元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replace掉 好 谢谢大家